鼓掌又搖手 眾人列隊為許淑華駐政 現任縣長林明禎立委馬文君合體站台 分站兩旁的年輕面孔 是敬總發言人顏祐安郭之瑜 許淑華發言人顏祐安 遭對手蔡培會陣營揭發 現職為南投社勞處埔里區財富大樓主任 是縣府知心的約聘僱公務人員 違反行政中立 聘請公務員來擔任自己的發言人 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我們呼籲許淑華 不要一再利用縣府的資源 濫用在選舉上 我昨天是用自己的假 來出席那個活動 而且當天 其實上一禮拜我辭成递出去之後 應該是我最後上班 關鍵就在於8月26號這一天 顏祐安透過同事遞交 紙本辭成給勞社處長 接下來27、28號兩天 碰上6日兩個休假日 29號星期一 許淑華登記參選 在同一天縣府收到了辭成 尷尬的是科長第一時間 面對媒體時表示 尚未收到顏祐安辭成 因此出席競選 登記活動屬於違規 不過事隔一天改口了 顏祐安二十五歲臺中人 國立晉南大學社工系畢業 她是為避免爭議 三十號一整天都在清跑離職流程 加速作業 言下之意雖已提離職 但離職手續卻還沒跑完 嚴祐安長期關注社會福利工作 加上形象清晰 口才辯解 因此被許淑華賞視延覽為 禁總發言人之一 但第一天就面臨選戰攻防的 震撼教育 309 吳霍宇洋 敬SB小組 男投報道